让我们一句脸的掌声 恭贺北约良品表彰大会 顺利开启 哈喽大家好 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你们的拜拜 那个上次有一个形容词 很准确是什么来着 专装的沙雕女孩 对这个词很适合我 这个头衔 说出来我都有一点 害羞 以后这个就是我的开头语录了好吧 真的好久没有给大家录良品表彰大会了 因为这个栏目吧 怎么说呢 顾起来很麻烦 讲得我口干舌燥的 也没有什么点击 有一些人会在那边dease我说 我搞广告啊什么的了 真的是吃力不讨好的一个栏目 这一期如果点击还是这么 就平平无奇 这个栏目就停更好了 开玩笑的啦 怎么可能停更呢 今年可是指望着这个栏目捞钱 啊不对 今年可是指望着这个栏目 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用的东西呢 这个栏目半年没有录了 这次我真的是囤了一点 好东西 还有之前发过的视频和照片里面 大家问的比较多的一些东西 我今天也会一一的套出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就开始了 前几天我妈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种菜 然后把自己的脸给晒伤了 然后 她就买了这个东西 这样吗 哈哈哈哈 这个真的太习惯了 我妈每天就 我妈每天就搞成一个样子 在家里面走来走去的 哎呦我的天哪 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发明啊 我说她如果带着这个东西走在街上 可能会被别人打 真的很像一个变态 偷了别人的那种 成就的内裤 然后罩在脸上 王阿姨真的是想得出啊 也不能算是好物吧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 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我妈她买了两个 一个自己用 另外一个送给我 每天穿在斗里宝贝的很 屏幕前的你如果被王阿姨种草的话 要不我搞个转身成长 把这个送给你们吧 这个是我在取成师买的西游纸 你看它就跟口红差不多大 然后这边可以把西游纸抽出来 然后这边有这种端口 撕的时候也比较好撕 刚说你好撕 对对对 撕下来就这样子的 就晒在上了妆以后 鼻子真的好容易出油啊 如果你直接拿三分去压的话 也不太行 这样子 那个油上面叠着粉 真的感觉妆感好重好脏 不一定要买这个牌子啊 但是夏天一定要给我把西游纸买好 真的是 接下来这个是夏天的必备啊 我这很容易晒黑 然后维持这样子的底色 必须要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双管齐下 尤其是夏天啊 一个都不能少 因为经常要排外景嘛 屯防晒对于我来说是必备技能 去年哈 这个防晒我就用完了两只 然后最近呢 品头发又给我借了两只 一个是这个黄色的小黄帽 一个是小蓝帽 今天给大家小小的科普一下啊 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防晒上面都有这个SPF 这个数值代表了它的有效时间 那这个SPF50呢 意思就是它差不多有效时间是12个小时左右 然后还有这个上面有一个PA++++++ 有印象吗 这个加号越多呢 就代表它的抵御能力是越强的 这两个防晒都是三个加的哦 防御率这么高的防晒很少 有上脸不油的对不对 但是这个是真的不油 这就是我给你们安利他的原因 它是那种非常水润的质地 给大家看一下质感哈 我特别特别怕油腻的防晒 夏天一出汗就很黏很不舒服 但是这个就还蛮清爽的 这个黄色的是面部防晒 沉没了以后是哑光的质感 后续呢如果再上妆也不会卡粉搓泥 还蛮养肤的 这个小蓝帽是全身防晒 然后这个瓶子还蛮精用的哦 才几十块钱性价比超级高 然后它也是那种很清爽的空气感防晒 夏天马上就要来了 如果有婆娘还在纠结 不知道要买哪一款防晒的话 可以吃下我这个安利 接下来是几款很好用的彩妆 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卡妹的眼线笔 你看转出来它的那个头就非常的细 反正花是蛮好画的 那领要等它干一会儿 干掉以后就不怎么化妆了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它转出来了以后就转不进去了 所以转出来的时候要小心点 用多少转多少就好了 再然后是这个Maker的生姜高光 就是我在学化妆的时候 我同学给我安利的真的还蛮好用的 比较适合日常的时候用它不会很夸张 也不会很明显就是那种很微弱的微光 就是那种感觉 你懂吗就是那种感觉 我现在脸上 我现在鼻子 我现在鼻梁这个地方又是用的这个高光 也不是上镜的话就更不明显了 反正就是日常会很实用 日常 看到这个地方是不是又有 怎么老是掉东西了 看到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人想要问恐龙色号了 我现在涂的这个是 不知道怎么读啊 色号是狂热体 我之前这期唐红发型教程也有蛮多人在问口红色号的 是这个 我用的是这个 玛丽黛加的 123痴迷 长这个样子 然后我最近还蛮喜欢的一个颜色 就是这个完美日记的小粉钻 就有LBK01 这个应该是色号吧 这个颜色是一个很日常的奶茶色 然后我之前这张自拍就有人说 啊口红颜色好好看嘛 就是这一纸 然后叠了一点这一纸玛丽黛加的这个颜色 怎么样今天的口红又好看又评价对不对 我最近买了好多这样子的指甲油 买了这么多啊 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三个颜色 所以这边是类似于金鱼肌的一个颜色 它带一点细闪 然后这边你看着它很粉哦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有一点透的水红色 就很日常 然后重点这个颜色就是显白 当然也有很不好涂的 比如说这个白色就是怎么刷在指甲上 刷两遍都感觉刷不匀 然后这三个是我最近在用的护肤 就是我是先碰巧买了这瓶水 然后发现还蛮好用的 影响被我用的见底了 很多牌子的水会莫名其妙的有一种香味嘛 这个就是没有任何的味道 反正我挺喜欢的 然后用了以后就对这个牌子好感大增 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浓稠的水 然后这个就是膏状的一个霜 用起来呢无工无锅吧 就是还蛮保湿的 但是它没有香味我就很喜欢 这两个都是我最近在用的卸妆产品 都是油卸妆油 我就是不喜欢用水 我总觉得水泄不干净 尤其我又要经常化妆嘛 我对卸妆真的是太有心得了 我下次给你们专门处理起我的这个卸妆的流程吧 改天吧 改天我化个浓妆给你们来卸妆分享哈 再然后呢 之前那个华服日的视频里 可以问帽子的人特别多 一个是这个帽子黑色的 就有一种很复古的感觉 搭配的灵感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帽子跟那个明智的大帽 其实有一点像 就是都是黑色的 然后又很大 有一点点像哦 但是它的这个形状又很好看 所以我就想买来搭配一下明智 试一试 没有想到这个都大家还挺喜欢的 然后这个帽子搭明智也很好看 就会更帅一点 好了我今天这个发型砸了个高嘛 我并不是很适合戴猫子 但是它是好看的对不对 可以参考一下我在那一期视频里面的搭配 我觉得跟汉服的气和度也是还蛮高的 就是它这个白色吧 哎呀太容易脏了 接下来是书籍分享哈 因为最近对特效化妆啊 还有雕塑这些东西特别感兴趣 所以买的书也都是和这些东西相关的 这本书动物雕塑解泡学 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很好用 它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雕刻例子 雕刻各种动物啊 还有人 你就可以去参考 它是怎么去塑形 怎么去塑造细节的 雕的也还蛮好的 就是中规中矩的那种好作为参考 是蛮好的一本书 它有一本这个叫雕塑解泡学 内容跟刚才那本差不多 但是这一本的人体部分可能会更多一点 这一本叫造型雕塑技法书 它相当于是大厦龙的一个作品集 如果你很喜欢这个模型师的这个画风啊 还有它的作品 你可以买来这本书 收藏一下 学习一下 还有 在做的各位有喜欢夏达的吗 我真的从初中开始就很喜欢看它的漫画 我觉得它算是对我喜欢国风啊 和动漫这个起到了一个启蒙的作用 这个是它最近新出的布天歌 里面全部都是彩椰的绘画 还有还有我不是经常熬夜吗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能够让我 很快速的进入睡眠的方法 就是我睡前会在网易云上面听电台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很好的电台 叫做好姑娘对你说晚安 就是有一个小姐姐用很温柔的声音 跟你讲鸡汤 然后背景音乐是很舒缓 提醒一下网易的那个播放界面 有一个定时功能 你们可以定到30分钟到60分钟 它就会自动的关闭 你就可以完全的进入睡眠 你们可以试一下看看这个方法对你们有没有用 然后我一边听电台一边用这种蒸汽眼罩 给你们看一下啊 这两边可以拉长 这个地方就好像是经过低温处理之后的暖宝宝 就是会散发那种微微的热量 就觉得很舒服 我能够让眼睛放松 而且我买的这个香味是柑橘香型 也是我很喜欢的味道是淡淡的那种柑橘和柠檬之类的那种香味 你们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个方法 不说睡眠质量提升吧 我最近睡觉是真的有变早 好了今天真的可以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一期爱用乌乌分享的话 记得长按点赞的地方给我三连 或者收藏一下也是可以的 下一期爱用乌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这个栏目有言再见 拜拜